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台湾在野党蓝白河协商破局 双方将各行骑士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 乙军向记者展示西法医院下面的哈马斯指挥所 设施完备四通八达 以八冲突 加沙最大医院院长遭乙军拘捕 内政部三部门重组为内政心理司 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学 安华支持率跌18百分点 学者 问题出在经济 请大家收看 台湾在野党蓝白河协商破局 双方将各行骑士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 原本计划推出一组共同的总统候选人 但最终协商破局 民众党的柯文哲和国民党的侯友宜 分别公布了他们的正副总统候选人计划 民众党将在最后期限前登记正副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则将在中常会上宣布副总统候选人 台湾明年1月13日将举行总统大选 目前有四组候选人参选 包括民进党的赖清德 民众党的柯文哲 国民党的侯友宜 以及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赖清德的民意支持度最高 如果没有整合 他将有很大机会胜选 两党在协商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争议 最终没有达成共识 已军向记者展示西法医院下面的哈马斯指挥所 设施完备四通八达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军方公布了位于加沙地区西法医院下面的 哈马斯组织指挥所的内部状况 该指挥所设施齐全 包括浴室、厨房和配有空调的会议室 以色列军方称这是哈马斯利用医院作为掩护的一个例子 哈马斯和医院官员否认了这一指控 随后 以色列军方带领外国记者参观了这条地下隧道 记者们看到了隧道内的厨房、浴室和会议室 以色列军方表示 他们相信这条隧道通往加沙城的另一个地点 以色列在10日7日遭到哈马斯袭击后对加沙地区展开了军事行动 其中包括对西法医院的攻击 以军发言人称西法医院是哈马斯的一个恐怖据点 以色列军队还在西法医院和附近地区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爆炸物 白宫方面表示 独立情报支持以色列的说法 以巴冲突 加沙最大医院院长遭以军拘捕 新岛日报 根据外电报道 加沙地带最大医院西法医院的院长于周四被以色列军队逮捕 以色列军队称 拘捕他是因为有证据显示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使用了该医院作为军事指挥中心 自从以色列与哈马斯于10日7日起爆发战争以来 西法医院成为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的主要目标 以军上周已经向该医院发动了突袭 哈马斯和医院官员否认以色列军队的指控 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 除了院长之外 还有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也被捕 以色列军队表示 在院长的直接管理下 西法医院充当了哈马斯的指挥和控制中心 而且哈马斯的隧道网络使用了该医院的电力和其他资源 哈马斯对院长和他的同事被捕表示强烈谴责 并呼吁国际机构帮助争取他们的立即释放 内政部三部门重组为内政心理司 深入研究犯罪心理学 联合早报 内政心理司的主要职责是深化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和理解 以提供更精准的预测和干预手段 预防和打击犯罪行为 其中 内政团队行为科学中心主要负责开展犯罪心理学研究和分析 提供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评估和行为干预 帮助警方更好地应对犯罪活动 高级心理科学中心则负责开展高级心理学研究 提供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心理分析和干预方案 首席心理学家办公处则负责协调和统筹内政心理司的工作 内政部重组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和犯罪形态的多样化 加强对新型犯罪和安全威胁的预防和打击能力 特别是在青年涉毒和诈骗犯罪方面 内政心理司将加强对青年心理发展和影响的研究 提供更有效的干预措施 帮助青年远离毒品和犯罪 同时 内政心理司还将加强对虚假和误导信息的分析和干预 预防和打击网络谣言 虚假广告等罪行 内政心理司的成立将进一步加强治安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提高内政部的综合治安能力 通过深化对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和应用 内政心理司将为打击犯罪 保障社会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安华支持率跌18% 学者 问题出在经济 联合早报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任近一年来 其支持率大幅下滑 从68%跌至50% 调查还显示 近一半的受访者对政府的表现表示不满 分析师认为 这反映了民众对经济和民生问题的不满 以及希望联能支持者对安华政府越来越保守的担忧 调查显示 经济问题是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78%的受访者认为经济问题是目前的首要困境 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未能重振经济 通过膨胀问题和薪资增长乏力的不满 学者指出 安华上任一年来 马来西亚经济并未改善 引发了选民对它作为改革者和经济救星的期望的失望 另外 分析师还指出 安华政府在政治上过于保守 希望吸引更多马来选民的做法并未成功 马来西亚的政治趋势越来越保守和回教化 许多人担心马来西亚将逐渐丧失中庸之道 因此 学者呼吁安华政府走回中间路线 并专注于经济问题 以提升支持率 总结来说 安华上任近一年来 马来西亚首相安华的支持率大幅下滑 民众对经济和民生问题的不满是主要原因 此外 安华政府的保守政策和马来西亚政治的保守化 也导致了一部分人对它的失望 为了提升支持率 安华政府需要关注经济问题 并走回中间路线 跨年龄合唱团献爱心 总统挑战感谢晚会或表彰 联合早报 新加坡本地合唱团 Wild Empire 通过演出筹集善款 帮助有需要的人 并在总统挑战感谢晚会上获得表彰 合唱团定期举办演出 将所有收入捐给总统挑战 并分发给受益机构 今年的总统挑战主题是关爱看护者 慈善筹款活动预计可筹得超过1400万元 预计将有23000人受益 捐款将帮助特需儿童 问题青年 身心障碍者 精神疾病患者 乐龄人士和有需要的家庭 总统挑战的移工数量也增加了近35% 受益机构之一的爱博康复会将利用捐款 为看护者提供更多服务 并计划扩大工作坊 兴趣小组和咨询室 总统尚达曼表示 志愿服务不仅能帮助弱势群体 还能让不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 提升自己 被指出售银行或SIMPASS资料 四男女涉当前罗被捕 联合早报 新加坡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女 涉嫌将银行户头和个人SIMPASS资料 转让给犯罪团伙进行诈骗活动 其中两名男子被指欺骗银行开设户头 并将提款卡和银行资料交给犯罪团伙 另外两名男女则被指引高价出售自己的SIMPASS资料 给犯罪团伙 四名嫌犯将在星期五被控上法庭 警方强调 将严厉处理涉嫌参与诈欺活动的人员 并呼吁公众拒绝他人 要求使用个人银行账户或手机线路的要求 以免成为共犯 公众可通过拨打反诈骗热线 或浏览相关网站 获取更多防范偏案的信息 并向警方提供诈骗线索 韩国情愿 朝鲜即可能或俄协助发射侦查卫星 联合早报 根据朝中社发布的照片 朝鲜成功发射了一颗侦查卫星万里镜一号 韩国国情愿表示 这次发射很可能得到了俄罗斯的协助 韩国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中表示 愿意为朝鲜提供火箭技术支援 根据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 俄罗斯军用飞机在发射后的第二天抵达平壤 可能是为了帮助收集侦查卫星的情报 韩国舆论认为 如果朝俄军事技术合作更加具体 韩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单方面制裁等强硬措施 此外 韩国国情愿指出 根据朝鲜上次发射卫星的残骸 那颗卫星并不具备侦查卫星所需的技术等级 对于朝鲜声称可拍摄到关岛美军基地的说法存疑 此外 朝鲜军方表示将撕毁与韩国的军事协议 并派出更强大的武装部队及最新武器 专家认为 韩朝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增 卡塔尔 加沙地带11月24日早上7时开始临时停火 联合早报 加沙地带的临时停火将于明天早上开始 首批平民人质将在明天下午获释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他们致力于推动达成永久休战的协议 康福德高11月30日起调高豪华德式车资 联合早报 康福德高 是新加坡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商之一 他们宣布将于下周四调高其豪华德式车资 这一调整是为了帮助德式司机应对生活费用的持续上涨 根据康福德高在Facebook上发布的帖子 调整将于11月30日生效 启程车资将上涨7角 从4元1角涨到4元8角 车程距离收费和等候费将上涨2分至3角6分 此外 康福德高还将调高豪华德式的其他服务费用 包括点对点服务 机场出发和前往车程费用 单程服务费用 以及每小时包车服务费用 每项均上调10元 康福德高表示 这一调整是为了帮助德式司机抵消油费支出的增加 以及面对通货膨胀和消费税上条所带来的挑战 他们还指出 这项调整是为了确保德式司机能够继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然而 一些乘客表示理解康福德高调高车资的原因 但也表示可能会减少搭乘豪华德式的次数 一位乘客表示 尽管涨价不算太多 但他们会尽量减少开支 以省钱为主要目标 总体而言 康福德高的车资调整 是为了帮助德式司机应对生活费用上涨的挑战 这一举措虽然可能会对一些乘客造成影响 但康福德高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本地研发新款漱口液 可减少口腔病毒载量 联合早报 根据新加坡国利亚科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 一款新的漱口液 可以有效减少口腔中的细菌和病毒 包括冠状病毒 该漱口液含有氯化16丸基比定 CPC 可以在用后的5分钟到6小时内 减少唾液中的病毒载量 新加坡本土口腔护理品牌白丽杰与研究团队合作 研发出这款漱口液 实验证明在60秒内可以将病毒载量降低99.99% 这款漱口液可以作为预防冠状病毒的日常措施 特别适用于无症状感染者 此外 在进行牙科治疗之前 使用漱口液也可以减少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的风险 该漱口液的配方包括含CPC、鑫和木糖醇等成分 这种组合增强了降低病毒载量的效果 新已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冠状病毒 而木糖醇则可以对抗流感类病毒 这款漱口液将在白丽杰的网店、医院药房和私人牙医诊所销售 售价为14.9新加坡元 未来 研究团队和白丽杰还可能合作开发更多产品 新加坡卫生部首席牙医庄裁杰杰表示 本地牙周炎和蛀牙的发病率相当高 并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口腔健康调查结果显示 约85%的成人至少有21颗真牙 但在65岁以上的人群中 有至少21颗真牙者 仅约35% 庄裁杰强调口腔卫生研究界与行业合作的重要性 并以研究团队与白丽杰的合作为例 说明口腔健康研究可以帮助政府 更好地了解新加坡人口对各种干预措施的反应 执总选出新中委 前官委议员丹纳勒芝米任新会长 联合早报 全国职工总会 在为期两天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 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保健服务业雇员联合会会长丹纳勒芝米 获选为执总新会长 接替退休的原会长维嘉英 执总中央委员会选举星期四 11月23日在益顺的湖基乡村俱乐部举行 中委会是执总的最高决策机构 来自58个会员工会的大约450名代表 通过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执总新一届中委 新中委任期为4年 黄志明连任职总秘书长 继续领导我国公运 寻求连任的16名原中委都成功当选 5名现任中委除了原会长梅嘉英 和原副会长王辉亮 还有林文生 陈永康和邓俊伟 新一届中委当选后召开第一次中委会 决定主要职务的任命 受委的包括财务秘书杜莱沙米 阿瓦瑟·杜莱沙米 副会长阿都沙曼·阿都沙曼·阿都沙曼 以及副秘书长张慧凤和陈国明 他们的职务与善一届相同 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 也继续受委执总副秘书长 并获增补进入中委会 新一届中委会一共有22名成员 台南杀警案嫌犯被判处死刑 联合早报 这起杀警案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林姓吴在逃亡期间购买了一把弹簧刀 袭击了两名警员 导致他们严重受伤并死亡 由于之前已经有其他犯罪记录 林姓吴被判处死刑 这起案件还可以上诉 以军证实扣押审问西法医院院长 联合早报 以色列军方证实加沙地带西法医院院长被扣押审讯 因为有证据表明医院曾被哈马斯用作指挥和控制中心 医院院长被捕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 巴勒斯坦卫生部指责以色列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西法医院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之一 近期卫生和医疗状况已经糟糕至极 以色列军队此前声称在医院内发现了地道和大量武器 印尼素贪委主席涉贪 被警方列为贪污案嫌犯 联合早报 印尼素贪委主席菲尔利被警方列为涉嫌贪污和勒索案的嫌疑人 这是印尼素贪委成立20年来首次出现负责人涉嫌贪腐的情况 菲尔利涉嫌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 敲诈勒索前农业部长夏卢尔并收受礼物或酬金 此前夏卢尔因涉嫌贪污而辞职并被捕 印尼警方已发表声明 菲尔利将被约谈接受调查 素贪委监事会表示将加快对菲尔利的内部调查 印尼的透明度指数持续下降 今年排名第110位 显示该国在反腐败方面仍存在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